世界上有15%的人口 50%的两栖类 鸟类和哺乳类动物 都以山为家 全球有60%到80%的淡水 源自山区 提供我们日常所需的用水 联合国为了让社会大众 重视保护山区生态系统 及促进山区居住者的福祉 于每年12月11日 设立国际山岳日 期待唤起人们保护山林的意识 向市去年的主题为 永续的山地旅游 期待透过旅游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兼顾环境保育 今年主题则为 女性遗山 希望唤起大家 重视居住在山区的女性 面对生存困境与资源不均等问题 焦点转回台湾 台湾是多山的国度 在3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 有268座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 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 而人与山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起初 山主要作为文化生计的生活场域 和统治开发的资源场域 后来 山则作为人们挑战探险 休闲游气的场所 山不仅是休气的场域 更是阻止气候危机达到净灵排放的关键之一 因为山里的森林行使光合作用吸收温室气体 从而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称之为碳汇 透过造林和改善森林的经营管理 可增加森林吸收与储存温室气体的能力 而台湾学者也持续努力于保育森林的科学研究 像是开发新型演算法 使用拥有两个鱼眼镜头的摄影器材 演算法便可根据照片 得知半径20米内的林木属性 未来 面对风灾后状况或病虫害等 可以较快做出因应及防范 维护山林需要我们的关心与投入 让山与人的关系可以永续